日前環團針對上位公司 排放量大企業 對於淨零目標進行盤點 質疑環境部落後國際 也沒有強而有力的約束方式 是礙於這個原因 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法規 去規定說那你要選佈目標 就我們政府部門來講 我們還是要違法行政 我們已經公佈了 大概500家的製造業跟發電業 每年都要公佈它的 溫時期排放量 那同時我們後續會來開增碳費 那對於這些業者來講 如果它排放量能夠降低 它將來繳的這個碳費 就會比較少 黃偉銘表示 環境部主要管轄範圍 1500家的排碳大戶 要求公告排放量 而這些也就占全台碳排約8成 而未來也將針對企業 實施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我們可能會實施所謂的 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來達成這樣的效果 要求它去揭露它的排放量 其實國際內有一些投資的團體 或者是一些投資的業者 他們會去看說 假證明的排放量很大 他們可能就不會投資這一個 這個產業 那就導致它的資金上面 可能會受損 那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無論未來基礎總量管制 或是揭露企業自身的碳排放量等 企業在未來要強化全球氣候風險下 自身韌性和競爭優勢 勢必得重新檢視 淨零緩慢的情況 如果人性以脫代變的方式 將與國際趨勢越走越遠 人家維新家兩海妖 台北常報道